宜蘭監獄特別帶來三座大型的稻草藝術品 包括媽祖又台灣 吃貝秀 還有牛年防疫大作戰 透過展示作為縣內社區或老人會的參考 來鼓勵民眾重回農村時光 所以縣長林芝廟歡迎大家踴躍報名 宜蘭縣社區稻草人創意競賽 我們議員政府和保護部 教政署 我們副辦公司的政策 有競爭的進步 相信我們大家都打拼人資 把創意展現出來 最主要的是我們感謝這些所有事項 可以說政府和國家和社會和家庭 我們要健康快樂 宜蘭監獄藝術 所以農業很重要 我們這裡做中草 我們來做一個藝術 宜蘭監獄成為一個藝術文化的城鎮 我希望各位給我們送您很多一點支持跟鼓勵 因為他們做這些大概是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一尊兩個月的時間大概有六到八個人來做 來完成的 但是他們用最有限的空間 因為社房面積也很小 有限的空間 然後能夠做無限的創意 然後再來就是說 用最樸素的一個原素 一個材料 然後來創造最美好的作品 由於宜蘭縣以農為主 所以對稻草人應該不陌生 因此透過比賽 希望長者走出戶外 參與有意義的團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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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參賽隊伍可獲得五千元的材料補助 並且在五月十五號 在西南西北舉辦稻草人的研席會 一共民眾參考製作的技巧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採訪報導